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在长白山的枝脉 吉林省吉安市的群山之中 相传有人曾在那里发现过 很多巨石搭建的神秘建筑 这些建筑呢 气势雄伟 傲对必空 但关于它的来历 人们却知之甚少 那么这些神秘的建筑 究竟是何人所见 在这背后又隐藏着 怎样的自然地理规律呢 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吉安市 位于我国吉林省东南部 西林本溪 北街通化 距离长春约三百千米 位已绵延的长白山 与奔永浩荡的鸭绿江 在此地相遇 共同谱写出雄奇壮美的自然奇景 群风拱卫 别仗层轮 两江并流 浩浩商商 由于地处长白山余脉 这一带自古交通闭塞 人烟稀少 然而 就在这片崇山峻岭之中 却一直流传着 有关巨石迷城的传说 就是老一边人都说 后山上有很多大石头堆的 就是古代的 埋上了很多的宝物 建筑物堆得非常高 石头 每块石头都非常大 千百年来 当地百姓口口相传 在这里的群山之中 隐藏着一片神秘的巨石建筑群 那些建筑无疑有之 它们基本都有坚硬的石块 一层层搭建而成 与古埃及的金字塔 有几分相似 但是 那些巨石建筑 究竟是由何人所建 它们又被用来作何用途 在当地却是众说纷纭 有人传说 当朝阳从地平线升起时 第一缕阳光 总是会照射到建筑的顶部 而那里便被古人看作是 迈向太阳的天梯 他们于此祭祀太阳之神 祈求风调雨顺 也有人认为 这些建筑是某个神秘的部族 留下的图腾 在这周围还埋藏着大量的金银财物 得知便可享万事之福 但由于那个部族的神秘消失 这些宝藏也随之一起 隐匿在了茫茫的历史迷雾之中 那么 是什么人在这里留下了这些神秘的建筑 在这附近 又是否像传说中那样 埋藏着宝藏呢 为了破解这一系列的谜团 同时探究神秘建筑背后 隐藏了自然地理规律 深秋时节 地理中国设置组 来到了吉林省吉安市 对离奇的巨石弥城 展开了调码 吉安城沿江而建 湾沿的鸭绿江 自北向南缓缓流过 柔和的阳光 洒在道路两旁金黄的银杏叶上 天间地头 人们抢收着经过了秋霜洗礼的老玉米 阳光正好 天中劳作的村民告诉我们 在距离吉安城区五千米外 有一个叫做羽山的地方 在那里就曾有人发现过巨石建筑 于是摄赤组一行来到了羽山 希望能够一股传说中 巨石弥城的真容 老乡您好 您好 您好 咱这附近有没有一些 就是巨石搭建的一些大型的建筑 很大的 一块石头的好几千斤 好几千斤 就是底下方石 一层层累出来 这个大叔这几年 听说几千年前 他们在祭司捞天 在向导的带领下 摄赤组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山丘 山上乱石垒垒 匆匆荒草在风中速速作息 行进了不多时 在我们眼前 竟然出现了一座 依山而建的巨大石头城 只见四周高耸的石墙 依照山体的走向顺势而建 中心位置是一块较为平寒的坡地 从整体来看 这里很可能是古人修建的 一座守卫森严的军事要塞 就在山城南部的城墙之下 摄制组有了更多的发现 在我们眼前 竟然矗立着数十座 造型独特的古代建筑遗迹 这些建筑呈方坛阶梯状 规模宏大 气势雄伟 纵使漫长岁月的青石 仍然屹立于此 保存着千年之前 独属于他们的风貌 在随行的文化学者上海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一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建筑旁 进行了仔细观察 只见其下部为规整的四方形 在此基础上呈阶梯状一层层向上搭建 塔被依苍天俯视大地 像一尊巨人守卫着这里的山川卧土 为了能够对这座建筑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我们首先对齐上石块的尺寸进行了测量 142厘米 75厘米 测量计算之后的结果显示 这座建筑总高度超过了12米 底部边长超过了30米 这样的规模在古代的纯实质建筑中的确十分罕见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 建筑用的石块都经过了十分精细的打磨 石块与石块之间也都有着很好的贴合度 尚老师告诉我们 这座建筑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整体保存状况十分良好 这主要是得益于一种独特的建筑工艺 当时的工匠就在这儿 造了这么一道凹槽 这个是吧 对对对 这种凹槽 对 发现了吧 就是下边这块石材前半部分是凸起的 后边这块石材下在里边 它这一层每一块都有这样的凹槽吗 对 整座石造建筑 全都是采用这种方式来建造的 经过观察我们发现 在每一块巨石的边缘位置 全部都存在着一条凹槽 而上层的石块就刚好嵌入凹槽之中 得以固定 虽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细节 但却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建筑的稳定性 才使得这些巨石建筑得以保存至今 但是让我们十分不解的是 在技术手段相对落后的农耕时代 古人为何要把这些巨石堆叠成如此奇特的形态 在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地理规律呢 向导告诉我们 古人之所以选择在吉安修建这么多巨型的巨石建筑 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里是太阳的化身 三族金屋守护下的土地 在吉安当地发现的古代壁画当中 就曾经出现过大量与三族金屋有关的造型图案 当地人赌信三族金屋给吉安带来了无尽的财富 让这里成为了富庶祥和之地 时至今日在吉安的群山之中 仍然深藏着金屋带来的无尽的财富 据说搭建巨石建筑所用的石料 就取自于埋藏着金屋宝藏的高山之上 也正是因为在这些带有金屋灵气的巨石的庇护下 生活于此的古代北方民族才得以发展壮大 听闻这样的消息 设置组决定深入到吉安周边的群山之中 去探寻巨石建筑的石料来源 进而找到当地人口中三族金屋带来的宝藏 在山中行进不多时 车制组发现了一座由土坯搭建的屋舍 屋前还摆放着一个石碾 古朴的木门 斑驳的外墙 让这里看上去饱受历史的沧桑 在询问向导后 我们得知 这里是东北抗联召开碾盘会议的旧址 1938年他的抗联第一陆军和杨静宇在老岭山脉 进行会师 而且就是在这个地方曾经开了碾盘的会议 向导告诉我们 当年杨静宇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 就是在这里 一国附近有利的地形优势 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 而由于极岸周围的群山之中 存在着不计其数的山洞 才使得当年的抗联将士 得以凭借天险 与敌人顽强拼搏 相传 山中的这些洞穴 就是当年古人开山取食后留下的遗迹 在这其中 还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数十年前 曾有采药的村民 无意中进入了一个山洞之中 随着逐渐的深入 在他的面前 竟然出现了一座 当地人从没见过的巨石宫殿 但由于洞穴深处 氧气稀薄 仅靠火把无法深入 使得当地百姓至今都不清楚 在洞穴的尽头 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 那么山下一记中的那些巨大石料 是否就真的取自于洞中 这又与洞中深藏的神秘宫殿之间 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深山密林之中 惊现奇异洞穴 巨石建筑背后 千年谜题待解 怎样揭开迷雾 求得答案 巨石迷城 地理中国 正在播出 关于吉安神秘巨石建筑背后的一系列谜题 也引起了很多地理地质学专家关注的目光 通话师范学院的王立群教授也来到了吉安 对这里的群峰沟壑展开了详细的考察 王立群 通话师范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教授 对吉林省的地质地貌 有着数十年的深入研究 在专家的带领下 靠茶谷在山中展开了科考 山中植被繁茂 草木葱龙 大约行进了一个多小时后 在半山腰处 竟然真的出现了一个黑曲曲的洞口 进入山洞之后 我们发现 洞穴之中 空间比想象中还要狭窄 很多地方都需要俯身才能通行 小心小心 先希望特别窄 洞内道路不仅蜿蜒曲折 而且湿滑难行 行进了近百米之后 在我们头顶 响起了一阵吱吱的声响 现在和我距离很近的 这就是一只蝙蝠 从我这个距离来看 它的五官可以看到十分的清晰 我们一路走来 发现了好多这样的蝙蝠 这样的体验真的很奇妙 在洞穴的上部 靠茶组发现了大量的蝙蝠 专家仔细观察之后告诉我们 由于这种蝙蝠 耳部较长 与鼠耳类似 故而得名鼠耳符 在这里发现的数量众多的鼠耳符说明 这个洞穴的内部空间 很可能相当的巨大 如果我们继续向内寻找 很可能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发现 靠茶组在洞内行进了近两个小时 仅仅前行了不足五百米 当我们艰难地通过一条石缝之后 一间开阔洞穴 豁然出现在了靠茶组的面前 洞穴内部开阔 时损 时中乳 时骑 时慢 遍布其间 如山如林 如塔如铺 林林总总 形态各异 共同组成了犹如宫殿般的奇异景致 专家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发育状况良好的石灰岩溶洞 它是由地下暗河对石灰岩岩体 进行长期溶食之后形成 并不是古人开山取食后留下的遗迹 就在一条小型的暗河附近 王教授停下了脚步 人来看这都是这个金花 这个金花形成的主要就是上边 它这个水滴喷溅而形成的 它水滴一喷 喷下来了 完了这个碳酸氢钙转化成碳酸钙 它这个碳酸钙就是方解石 方解石最后形成的就是这种叫金花 金花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当溶洞顶部的水滴滴落的时候 骤然降低的压力和雾化作用 使得大量的二氧化碳被释放出来 水中的碳酸钙得以负集 而这些富含碳酸钙的水滴 落到岩石上后 会碎裂成更小的水粒附着在岩石之上 随后逐渐定型 在之后的时光中 钙化物质越积越厚 就逐渐形成了眼前的这种金花 王教授告诉我们 眼前出现的这些洞穴沉积物 形成的过程十分漫长 通常都需要数十万年的时光 虽然这个溶洞 现在基本已经停止发育 但能在东北地区 出现眼前这般规模的 喀斯特沉积群落 在他数十年的考察经历中 还是第一次见到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加之洞中的光线十分微弱 使得曾误入此地的村民 将这些喀斯特沉积物 误认为是古人修建的宫殿 考察至此呢 专家告诉我们 考察组发现的这个 喀斯特洞穴 可以说呢 不仅填补了吉林东南部 石灰岩地貌研究的空白 而且呢 说明在数十万年前 东北地区的气候啊 很可能与如今的云贵高原 十分的类似 这对于研究 这一区域的古地理环境 还原远古时期的 水热气候条件 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但就在考察组 对洞穴进行系统的研究之后呢 专家发现 这里的沉积物保存十分完好 并没有被人工开采的痕迹 这说明啊 山下那些古人修建的建筑 可能并不是取材于此 也许只有找到古人 开采石料的山体 才能够破解围绕在那些 巨石建筑周围的诸多谜团 找到当地人口中 神鸟带来的财富 为了找到更多相关的线索 考察组一行 来到了吉安市档案局 希望能在这里 找到一些相关的记载 你好 我们是科校成交地理中国 让我们来看一下 转给吉安宪宪宪宪记载 经过仔细的查找 我们发现 在吉安宪宪上 有这样的记载 在县城西北五十余里 十清美四玉 深水中难夺 由此看来 这种奇异的石头 很可能是一种 十分珍贵的玉石 这与传说中三足金屋 带来的宝藏之间 也许就存在着某种联系 为此 考察组按照限制中的记载 来到了距离 吉安市区西北部 二十五千米的山中 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 在山中行进了半个多小时后 我们发现 周围的地貌景观 相比于之前 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只见这里山高林密 古墓参天 层栏叠杖 勾股纵横 时至深秋 整片山岭在枫叶的点缀下 层林尽然 双叶红鱼 二月花 行走在如石如画的枫林之中 每个人都不禁感叹 这大自然的神奇与魅力 就在这时 考察组在附近的溪流中 发现了几只山中的精灵 专家告诉我们 这是一种两栖动物 学名为东北鳞蛙 是我国特有的物种 这是一个鳞蛙 东北鳞蛙 这个鳞蛙呀 它对这个水质要求 是比较高的 一般它都生活在 这个山泉水里头 王教授告诉我们 东北鳞蛙 主要分布在长白山脉 和小兴安岭地区 平日里 一般都生活在山林之中 以昆虫为食 只有到了天气 较为寒冷的时候 才回到水里过冬 由于鳞蛙 对于水质十分挑剔 所以经常会被看作是 水质优良的标志 一般而言 在石灰岩分布的山岭附近 由于水中含有的碳酸钙 浓度过高 不太适宜鳞蛙的生长 所以专家推测 这一带山体的岩石 很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 于是专家立即对周围的岩性 进行了取样分析 典型的花岗岩 你看有长石 有丝蝇 有芸木 这非常典型的花岗岩 王教授进一步解释说 花岗岩是一种深层金入岩 由地下岩浆冷却凝结而成 在这种岩石中 很可能就存在着岩浆上涌石 从地壳深处带出的矿物 如果在这附近继续进行考察 我们很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在山中行进了6000米之后 前方的道路被几块巨石完全阻挡 在巨石之间 只有一条狭窄的岩缝 专家告诉我们说 眼前的景观在地貌学上 被称为一线天 王教授解释说 由于这里的花岗岩硬度很大 所以在受到外力作用时 会断裂形成三组 相互垂直的结理 在之后漫长的时光中 随着纵向的结理不断发育扩展 才形成了眼前的一线天景观 原本的好邻居 却开始向人类发起了进攻 他究竟是沉默的邻居 还是夺命的凶手 孤岛凶林 地理中国 敬起 专家告诉我们 这里发现的一线天说明 这一区域内 很可能经历过剧烈且复杂的构造运动 排升和陷落较为频繁 而在这一过程中 往往会孕育出大量的稀有矿产 如果传说中三族金屋带来的财富真的存在 那么我们继续在这片区域中展开考察 很有可能又会发现他的身影 专家告诉我们 花岗岩是一种对于找矿有着重要指示意义的岩石 它的大面积分布标志着 这一带很可能会存在着地层深处的稀有矿产 由此看来 传说中三族金屋带来的财富 也许并不是钱财珠宝 而是在这一区域内形成的珍贵而稀有的矿产资源 如果考察组沿着这条线索继续寻找 很可能会找到神鸟带来的财富 破解极安地区神秘建筑背后的一系列谜团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对极安周围的群山沟壑展开科学考察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生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